那其实在今天我们也是请到了非常重量级的嘉宾 这位师傅他不仅在很多庙宇担任过私助 那同时也是深受中港两地生甲名流的青睐 这么厉害 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好的 那么下面就让我们请出用重量 这位重量级的嘉宾就是我们的朱建徽朱师傅 有请 欢迎朱师傅 你好 你好 我是朱建徽师傅 我们想请教您一下 有人说这个范太岁也就是这一年是最岁运的意思 那您能跟我们说一下这样的说法对不对 可以给我们举个例子吗 另外我们问一问 直太岁和范太岁哪个最凶一点为什么呢 其实范太岁和直太岁都是一个名称来的 直太岁是当年的生肖 坐在最大一个 比如马莲 那当然是直太岁啦 但原来马莲来说都有相迎的 那两只马走在一起呢 就容易有交通意外呀 或者可能容易有损伤啊 或者有些官非的东西 那冲呢 就比如属鼠啦 属鼠对冲 马莲呢 属鼠呢 应该是没什么吉星的 那所以呢 比较危险一点 那属鼠来说呢 更加要留意啦 比如有些冲击啊 或者是争拗啊 或者是有大打出手啊 不知道的 可能动武那样啦 所以呢 范太岁比较差一点的 所以您觉得范太岁比这个直太岁要更凶一点是吧 哎呀 没错 嗯 那我范太岁的话有什么样的化解方法吗 比如说呢 有人说哈 可以说在穿戴上面 或者是服装上面的这个要有一些讲究 你可不可以帮我们解释一下 有的 每个身体都有不同的五行属性的哦 那比如它是属马的 那我想化这个太岁怎么做啊 有两个方法 嗯嗯 有些人呢 就会带饰物啦 我们刚才这么说啦 我们建议人家带三合的 嗯 比如带些什么呢 虎和狗和羊咯 都可以的 那带一种饰物啦 然后肉费啊 这样的东西啦 那或者呢 去太岁庙啊 有些摆太岁的地方啊 那对着 当然最好有六十太岁在那啦 也都会有斗母的元军在那呢 那么在那些庙里呢 就摆一摆太岁就可以了 嗯 好的 那师傅你刚刚在解释当中啊 说到这个斗母 那请问一下斗母如何解释呢 斗母元军呢 其实呢 它的发上呢 就有三个面孔的 是这边 前边 还有侧面 那么有六只手臂啦 握着不同发器的 那么这个斗母呢 是管什么呢 就是管这六十个太岁的啦 嗯 很威严的 那么别人拜太岁 那么当然那庙有斗母的地方 更加好啦 嗯 就是这样 那传统的方法都会怎么去做呢 通常中国人呢 都会去庙里拜的 嗯 当然不看下你那个 当地那个地方里面 怎么去做啦 嗯 跟上师傅他 那需不需要选一个 特别的日子去拜 比如说是选立春啊 即日啊 立春啊 这个日子有没有需求 那么如果我们建议人家呢 通常是 呐了春之后 那个节气里面 15日之内 那么就要摄啦 嗯 如果不是迟就不是那么好啦 那如果是很多这个 非常繁忙的人士 他们没有时间去做这些 有没有一些简单的方法 可以做到这个设太岁的效果 其实地盲都要抽时间去摄 是好些哦 如果你说没有时间去摄的 那家人帮你摄得不可以呢 那近亲应该可以的 有人会去这个皇大仙寺啊 还有这个天后庙啊 车工庙或者是文武庙去设太岁 那您觉得是不是每个庙都行啊 可以 可以的 基本上 主要你能够可以上到住香 和这个神里面沟通得到 这个讯息传给他呢 就已经可以了 那有没有就是比较特定的地方 是最好的呢 有没有建议 其实门口向西的地方 向西的地方 向西的地方就行 坐东向西的庙应该就比较好一点 那为什么向西的会好一点啊 今年来说是向西是 适合这个摄太岁 适合这个方向的嘛 其实不需要太多收拾这件事的 那其实庙里面 你最重要有斗墓 和六十太岁 六十个太岁 如果是愿望实践的话 通常有个说法就是要还愿 是 那在这个还愿当中 我们想知道 如果是刚刚这个说到设太岁 那我们怎么样去还还愿呢 什么时候呢 什么时候呢 我们建议是在冬至之前还的 因为中国人冬至是大过年的 如果你有很忙很忙很忙的呢 最好就是在我们叫美牙 美牙就是十二月十六龙历 那之前要还了它了 对 我认为这个抽时间的 对